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赏一臂之力 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一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上周五的整体市场情况 那么在上个星期的澳洲股市在五个交易日中有四天是出现上涨 在上周五继续延续着上周四的涨幅 大盘是爬上至最高达到6770点的高度 但是在收盘的时候有所下滑 最终上涨0.2% 收盘在6730点左右 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整体平均涨幅均在0.3%左右 欧美方面英法德各有涨跌 幅度在0.1%到0.6%不等 美国方面三大指数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 回调幅度大约是在0.5%左右 那么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再次爬上1500大关 最新报价为1515美元 石油价格也是稳定上升 目前是达到了59美元的高度 另外其他方面 比特币价格目前则稳定在10100美元上下 在过去的两三周时间 目前的数字货币比特币呢 整体报价基本是趋于稳定 好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热门话题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在上个星期最新开始的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 我们知道经历了8月和9月两个非常坎坷和波折的这个月份之后呢 中美两国终于是开启了新一轮副部级的贸易谈判 那么中方代表呢 在上个星期也抵达了美国 双方呢 也已经开始谈了好几周了 那么从最新的消息来看的话呢 这个特朗普从他的推文上也说到 目前来看的话呢 双方已经达成了 这个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所以呢 市场在上个星期五的早上 也整体来说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 由于现在是9月底 这个时间点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知道10月1日就是中国70年的国庆 因此呢 如果能够在10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 那么对于未来中国A股走势 包括国内的消费市场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同样的话呢 过了10月之后就到了11 12月 到了传统西方的圣诞节期间 所以说呢 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对于中国和美国两国来说 都能够达成 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特朗普也说到 他希望达成的是一个全方面的完整的协议 而不是呢 一两年的过渡协议 毕竟从明年开始呢 又将会是美国总统竞选的年份 所以如果是一个一年的临时协议 那么到了明年失效之后 必将会成为特朗普在竞选道路上的一大阻碍 所以说对他而言 他是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协议 那么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呢 金融市场也是非常渴望 目前有一个这个特大利好 来帮助目前呢 非常不稳定的经济情势 我们知道美国已经降了两次息了 中国也已经降准 并且呢提高了很多信贷的额度 也就是变相的在实施量化宽松 所以两国都是为了各自的经济呢 是使了很大的劲 那么其实经过了8月和9月 这个波折之后呢 双方的经济也受到了各自政策的影响 也知道呢 如果撕破脸皮的话呢 对于双方的经济都是有巨大的负面作用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呢 应该说是 如果能够达成协议 无一就是最好的时间 但是呢 目前的分析人士也说到 中美两国一方面呢 是在全力的努力达成协议 但是也做好了 万一达不成协议的最坏打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备用计划 英文里面呢 叫做Plan B 那么这个备用计划呢 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 因为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备用计划很有可能就是 双方达不成协议之后 将会开始的全面贸易和经济对抗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散户和股民来说 毫无疑问 将会意味着房价的下跌 股价的下跌 以及我们养老金的缩水 所以说不论是市场的 这个我们说的大的庄家投资者 还是我们小小散户 小小的股民 都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一次的会谈中 就算不达成完整协议 也是跨进了一大步 那么这无疑对于未来 至少是从现在到年底的这段行情来说 很希望它能够担当起一个叫做圣诞节行情的爆点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说 西方靠近圣诞节之前股市应该会有一波上涨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则好消息 能够引起下一波的圣诞节行情 那么再来说一个话题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五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包括悉尼 这个优衣库的门口 有大量的年轻人在排队 我自己也是在星期五的时候 看到很多朋友圈在转发 优衣库门口很多人排队 那我也是好奇 这个卖衣服的而且还是个廉价品牌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排队呢 后来问了我们公司90后的同事 我才知道原来是我们老土了 优衣库和日本的几家 这个我们知道多家知名的企业 联合设计了一些T恤衫 那么这些T恤衫呢 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所谓的潮流潮牌T恤衫 如果能够抢到 那么它的成本价可能是不到20澳元 转手在网上就能翻倍卖出 甚至于翻几倍来卖出去 那么大家猜猜看我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我并没有去问这个T恤衫到底值多少钱 这值不值20块买过来50或者80卖掉 它凭什么能够卖50到80呢 我们第一个思考的并不是这个问题 我第一个思考的就是让我的同事赶紧去查 优衣库它到底在哪上市 它现在的股价到底如何 结果一查 果然优衣库的股价已经翻了一倍多 所以说它这次设计的 我们说的炒作的话题 应该说是非常的成功 首先它的成本非常低 无非就是在白色的T恤衫上面 印上一些知名厂商的游戏也好 设计也好他们的知名传统的经典图案 这个成本应该说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 但是它借由这次的所谓的爆款也好 潮流也好 直接是推动它的股价涨了一倍之多 像这类似的案例 在澳洲其实过去几年也发生过多次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代购抢购的 A2牛奶 之前的贝拉美奶粉等等 只要是有人抢 先不去说它的产品能卖多少钱 至少它的股价就能一直上 前段时间我们在澳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澳洲的两大超市各自放了很多的小玩具 尤其是COSE发放了12套 还是20套20件一套的小玩具 有人收集其之后 在网上居然能够卖到2000澳元的天价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但同样它这一则概念也被引入到了我们说的股价的炒作中 COSE的股价在过去三个月也涨幅达到了15%以上 包括了另一个超市WOWS集团 也用狮子王小奖品 或者说是小礼品 带动了它股价的上涨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 寓意是什么呢 就是以后大家看到 比如说有爆款 比如说有排队 比如说有抢购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去急着抢 我们先去想一想 这个公司它是不是上市的 我能不能买能不能买一些它的股票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它的股价上涨并不是太多 我们说的太多就是超过30%以上 这种时候的话 对于中小公司来说 那绝对是值得我们散户 以少量资金去参与的一种方式 与其去这个我们说的是熬一个晚上 排队抢几件T恤衫 还不如花个三五千 买买它的股票 说不定三五天到一个星期 就能够在带动 在这个潮流的带动之下 让你的投资翻倍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话题 时刻关注身边的爆款 能够让你的投资 也在短时间之内翻倍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 另外我们在这个星期周末 在悉尼有一场线下的讲座 将会面对的是 这个我们将会提供非常丰富的信息 包括一些交易上的关键技巧 给予我们的细腻投资者 欢迎您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报名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